嗨 嗨 大家好 我是我 歡迎大家回來有一集的 Minecraft 教學 我們今天繼續回來和大家玩 Only One Command 一鍵式用命運方法教學 很久沒回來和大家玩這個 One Command 所以我們今天想和大家玩一些比較搞笑的東西 我最近發覺四月玩魚羊節 一開始月頭的時候 魚羊節都玩得大家玩得很開心 所以我還是跟大家說回今天這個 One Command 教大家怎樣玩 這也是一個非常有趣的 Command 我們就看看這個 1.9 版本裡的 Prank 究竟有什麼好玩的東西 有關 Command Block 的所有東西 包括怎樣把 Command Block 弄出來 怎樣做這些 Command 呢 記得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位置 也有教大家怎樣做的 首先要做的東西 記得這是一個 Minecraft 1.9 的 Command Block Minecraft 1.8 或者以下都不會有效 只有 Minecraft 1.9 才會有效 在這個情況下 我可以大家去到下面的網址 Copy & Paste 下來 然後在右下角這個鍵 按 Always Active 把它變成這個鍵 然後按燈 就會召喚到這個 Command Box 這個 Command 呢 就是由 IJA Minecraft 所寫的 這個就叫做 Pranking 特別是 1.9 版本裡的 Pranking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去看 IJA Minecraft 的 YouTube Channel 它也有其他很多很有趣的作品 亦可以在 YouTube Channel 上 我們按這個綠色的鍵 就可以看到我們所想要的東西 接著我們就可以用這些有趣的生怪蛋 都好像不是生怪蛋 哈哈哈 這些是整人蛋 準備可以用來整個人 整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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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自己也好 首先第一個 我想大家都應該平時很期待 下去掘礦的時候 會掘到很多 Diamond 礦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 Diamond Block 告訴你這裡有什麼礦 我們只要走開一點點 就會發現我們三邊突然間有很多鑽石礦 我們先放多一點 哈哈哈 就如廣東 我們在這裡放了這麼多石頭 看上去切石頭 但當它走遠了之後 就會發現 這麼棒的東西 就會變成 Diamond Block 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在遠方走過來 拿著 Diamond Pick X 然後我們找找哪裏有鑽石 咦!那裏有鑽石 然後我們就可以走到那裏 怎料我們走到那裏 再近一點想掘的時候 為什麼會變成石頭呢? 為什麼會是石頭呢? 鑽石礦呢? 那裏有鑽石礦 為什麼是石頭呢? 石頭? 鑽石礦? 鑽石礦 石頭? 鑽石礦 哈哈哈 這是一個叫做Fact Diamond Block 如果大家想玩一下朋友 令他以為找到 Diamond 的話 這個絕對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 當他離開Block 一段距離之後 他就會變成 Diamond Block 但是當你走近他 他就會自己變成石頭 而挖出來的仍然是石頭 所以他不會挖到任何鑽石礦 我們玩你的朋友最適合 好啊 接著第二個 我覺得這東西像玩自己 還是像觀賞多一點? 不像玩自己 完全是觀賞用途多一點 第二個要和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個Ship Fountain 這個羊的噴喘 我們放出來看看 哈哈哈哈 哈哈 大家看到我們有很多隻羊 一放出來 就會有一些噴喘 這個確定是羊的噴喘 但我看到有點眼花 哈哈哈哈 真的當他放了一隻三怪蛋 之後 就會有很多羊噴出來 但這些羊是殺不到 亦都弄不到 即是你打不到 所以他過了一段時間後 就會消失 但這個羊噴喘 哈哈 還蠻好笑的 不過如果你想真正 去煩惱到朋友 或者你不喜歡的人 絕對不鼓勵你 對你的敵對的人這樣做 只是跟朋友玩好 如果你想要真正的羊 可以用第三隻蛋 即是Ship Apocalypse 就是羊的大爆發 世界末日 哈哈哈哈 現在就可以放牠出來 然後 之後 就會有些好笑的情況發生 哈哈 基本上 當他每放多幾隻三怪蛋出來的時候 你看到羊就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哈哈 然後顏色也是非常煩的 大家可以看到 基本上 他就會不停地轉色 你看到 哈哈 把紅色的轉橙色 把藍色的轉橙色 把藍色的又轉紅色 然後我也不知道轉了什麼 基本上 你就可以放幾隻三怪蛋 在朋友家裡 然後他一打開門就發覺 搞什麼 你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隻羊 羊在哪裡 還會轉色 然後 這個時候 就可以用最後第四隻蛋 這就是Remote Chips 大家都應該知道這隻蛋 一放出來 99架block裡面的羊仔 都會消失了 所以 我們也可以這樣 哈哈 重複再來 研修 然後你有什麼事 然後再用這隻蛋 就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哈哈哈哈 接下來就是第五隻蛋 這隻第五隻蛋 就叫做Scary Sighting 這隻蛋有什麼用呢 我們先放出來看看 咦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對了 這隻蛋是需要轉Game Mode 才可以用到的 對Creative Mode的人 是絕對沒有效果的 所以 你就要轉Survival Mode 才可以嚇到朋友 或者 如果他不幸運 他嚇到自己 我都幫不了你 基本上 我們只要放這隻蛋 就會發覺 有什麼事 突然間有這樣的事情 經過 當我們看到 例如掘掘礦礦 在一些陰暗的環境 這個日光日白 不是太害怕的 但當你在晚上 在礦洞掘礦礦 當有這樣的東西 突然走到他面前 其實也挺害怕的 就這樣衝過來 然後 尖著他 又不知道做什麼 不知道有什麼東西 突然間經過 也挺害怕的 所以這個 可以用來玩 這個朋友 例如我們掘礦礦 在晚上探險的時候 放一隻蛋去面前 嚇死他 這樣就對了 我們剛才說過 這個假的鑽石礦 一走過去 就會變成石頭 我們有沒有走過去 都會變成鑽石礦 還是不變成石頭的鑽石 其實是有的 我給大家看看 先打印這盆花 我們一放出來 這個鑽石礦就會看到 咦 我們走過去的鑽石礦 的圖案都不會消失 好像不止上面 走開才看到 走過去就會變成石頭 但這個好像有點不同 咦 踩得上去 真的 這個鑽石礦 這個叫做 Creeper Surprise 鑽石礦 我想大家都猜到 當我打爆鑽石礦 鑽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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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 這隻鑽石礦不會打痛 或者炸痛 只是有一個效果 通常見到鑽石礦 鑽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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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會嚇一嚇 基本上 這隻鑽石礦 不是太大傷害力 哈哈 不是太大傷害力 因為這隻鑽石礦 這隻鑽石礦 除了燒著 這隻鑽石礦 其他鑽石礦 只是找鑽石礦 鑽石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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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剩下這三隻鑽石礦 三隻鑽石礦 都是非常煩 我都找不到形容詞的形容 這三隻鑽石礦 首先跟大家介紹第一個 平日大家的朋友 肯定在家裡 一定會有些玻璃 如果當我們把玻璃 換成這個玻璃 就會覺得有些神奇的東西 譬如 我們就這樣把玻璃Block 放在家門口 然後放在家門口 好像沒什麼分別 只是換了一點點東西 但當你走過去 你會覺得 那些聲音 我應該關小了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 沒那麼煩 但如果平日坐在家裡 然後一鑽石 或者一登入 你會發現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聲音 然後你會覺得 開始很煩 然後你會發現 玻璃Block 好像不一樣 先打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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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 誰 誰放這麼煩的玻璃 哈哈 這是一個 Annoying Sounds Block 顧名思義 一個非常煩 只會製造噪音的一個Block 但也不夠 Annoying Dirt 煩 如果你不知道解決方法 的話 這是絕對 我覺得是最煩的 我們就這樣打爆泥 當你發現泥在外面 擋住家門口的時候 你可能會打爆泥 但當你打爆泥後 你會發現 為何會出來了 這機器嗎 不是啊 又不是這機器 我打得爆泥 喂喂喂喂喂 喂喂喂喂 其實這個東西 是絕對打不爆的 但是 有一個非常好的解決方法 只要拿一個Block 我們就拿這個 拿一個Block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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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這樣 把它放在中間 然後 它就會解決所有的東西 基本上 我們打爆泥Block 之後 它就不會生出來 不會像剛才一樣 我們放完 然後再打爆 然後它又生出來 再打爆 然後它又生出來 只要放在中間 放一個Block 就會解決 最後一個 也是泥 例如我們放一個泥 在家門口 然後 不是啊 要回家了 晚上 然後我們打爆泥 然後 嘩嘩嘩嘩 嘩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嘩 嘩嘩 嘩嘩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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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嘩 嘩嘩嘩 嘩嘩 然後 我們就跟大家介紹了 九隻 這九隻 非常煩 亦都玩得非常開心的蛋 雖然 我不知道為什麼 這個世界自己玩自己 但是 如果大家 有些多人世界 1.9的世界 亦都可以 裝回那個Command Blog 研修 拿九隻蛋來玩 那些朋友 絕對是 星期局下午 有空沒什麼做的 樂事 但是 我們今天的時間 差不多 如果大家喜歡 記得在下面 留個Like 或者 如果大家有什麼 有趣的Command 想我介紹 亦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一次回到 Minecraft教學 繼續來和大家玩 Only One Command 我們下一次回來再見 拜拜